《你不要愛我》 這首歌是第一首我自己 比較勇於說自己的故事的一首歌 《你不要愛我》 雖然花了很多時間落拍戲 所以只有時間錄一個EP 因為如果要錄一首大歌的話 就真的會有很多浪費 《你不要愛我》 《蝦海琪》出席以來這麼久 七年來 我是很幸運 因為我都由填詞人至到去作曲人 至到去我的A&R都很了解我 變了這首EP的概念就是 每一首歌都是記錄了這幾年裡面的《蝦海琪》 《純印》是一個蝦海琪 《自發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《蝦海琪》 於是我來自我 LEGO我在說說自己《蝦海琪》 別怕別人 感谢观看